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五个 我买了一点都不后悔的摄影摄像类APP 各位好,欢迎回到麦科技 我是张帅波 夏天过去了 现在出来拍视频 终于不怕被晒黑了 简单说明一下 今天视频里分享的APP 以iOS版为主 部分软件可能有安卓的版本 纯粹是APP的使用体验分享 不涉及安卓和iOS系统的对比 如果你觉得哪个系统好用 以你为准 你说的都对 好,咱们先看第一款APP Protek Protek我之前做过它和Felmic Pro的对比 详细的你可以看这期视频 今天分享的侧重点 是Protek最近更新的 我觉得是手机拍摄APP里 功能最强大的图传控制功能 对了,Protek目前采用的是 基础功能免费 进阶功能订阅的形式 订阅费用一年是90多块钱 图传功能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很多人经常遇到 一个人在外面拍摄 把相机架在这个位置 然后人要站在离相机很远的位置拍摄 这个时候除非是手机面前 有个人帮你看着 你这个时候是 自己是很难看出来 我是不是在画框里 构图是不是有问题 画面是不是开始拍摄了 然后有没有异常的情况等等 有个图传控制功能 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很热的不行了 大白来这儿 坐这儿 这儿凉快 这儿凉快 别动了 现在有两台手机 一台用于拍摄的 一台用于监看的 首先呢 我先在拍摄的手机上打开 Protek 点这个图标 把它设置为摄像机 然后点启动 然后在控制的手机 也就是监视手机 点这个图标 把它设置为监视器 点启动 只要他俩在同一个WiFi网络 或者是说在室外 用他发热点 他接收热点 这个时候 我在这个手机 就能看到他的画面了 然后用这个手机 看一下构图 开始拍摄 除了一台手机 其实你还可以设置更多 比如说现在我有两台手机 都开启了摄像机模式 然后我在iPad上打开 监视器 点启动 它们处于同样一个WiFi网络 点并列式图 这个时候会连上两台手机 我就可以用一台手机 控制两台手机 多机会拍摄 最多支持四台手机 在同一个环境下控制拍摄 第二款APP 是我最最喜欢的 Monitor Plus 它是一款用手机 监看相机画面的APP 它采用了免费试用 进阶功能买断的形式 买断价格是100多一点 绝对物超所值 不过不要着急下载 目前这款应用只支持索尼A7R4 A92 A7C A7S3 A1 FX3 以及更新的型号 也就是索尼2020年以后发布的机型 一代神机 A7S3没法用 非常遗憾 我用A7S3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在设置里边打开 使用智能手机控制 打开 然后点连接 它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扫描这个二维码 然后它就会点加入 进入 现在已经能看到相机的画面了 它能调整的选项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帧率 快门 白平衡 ISO上面这一排都能调 对焦区域 对焦模式 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下面右侧是一些更进一页的选项 要付费解锁以后才能使用 比如说它的各种图 比如说这些都是它进阶的一些功能 这是点选了一个自定义的LUT 总之呢 你一两万三四万五六万的相机都买了 再花一百多省一个图传的钱 真的不能太划算 第三款软件Moment和接下来发布的iPhone 13有关系 去年苹果在iPhone 12和12 Pro Max上推出了ProRAW格式 不出意外 ProRAW今年会下放到iPhone 13的所有机型 如果你今年计划买iPhone 13 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软件 静态照片的ProRAW发展了这一年多 很多摄影博主也做了相关的视频 它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打开RAW然后拍照 后期在调整以后会有更大的调整空间 而Moment这款APP呢 它的功能就有点不同 它是延时摄影的ProRAW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延时摄影咱们要选拍多长时间 然后设置一个300帧 然后设置一个间隔5秒钟 它在这个软件里你可以选择拍 这拍个TIFF或者是ProRAW格式的一张张的照片 拍完再延时你可以选择导出 然后设置HGVC格式最高分辨率最高码率 然后25帧 最后导出的是一个最高分辨率的视频 或者是选择RAW格式 导出成一张张ProRAW格式的照片 然后进入电脑的后期制作流程 后期制作咱们要用的LRTimelapse和Lightroom这两款软件 详细的制作流程你可以参考这期视频 最终得到的延时可能是手机延时的画质天花板了 咱们一起看一下 第四款软件是我在去年拍月亮的时候用到的Footopilus 68块钱 这个软件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我到了一个新的拍摄场景 打开这个软件 我会先选择太阳 然后它会这上面会显示了 这个位置太阳日出是6点41 日落是什么时候 蓝掉时刻是什么时候 点开这个AR功能以后 我可以看 比如说太阳是从这个位置日出的 从这儿10点11点12点 现在是下午4点多 太阳是这个位置 然后太阳是从这个树这个位置日落的 这就是这个软件的功能 能通过太阳的位置或者月亮的位置 提前预判一些信息 计划一天的拍摄 除了太阳和月亮Footopilus的功能还很多 比如说计划拍岩石 计划拍星轨等等 我这些我都没有尝试过 平时你只想看到太阳和月亮的轨迹的话 有一个免费的软件 叫巧射专业版 巧射现场版 这个软件界面相当的简单 比如说点这个图标进去以后 它也是一个AR的界面 这两个轨迹就是太阳和月亮 这样看 然后计划今天太阳和月亮的位置 但是这款软件它的缺点是 它只能计划以后5天的 超过5天以后 它会建议你买巧射专业版 好万恶的资本主义啊 又让你花钱 其实巧射专业版和Footopilus的功能差不多 如果你习惯中文 建议你用巧射专业版 最后要分享的是一个经典软件Focus 好像就是叫Focus 它可以订阅也可以买段 买段也就5-60块钱 它有什么功能呢 背景虚化 你可能会问 手机零像模式也能虚化背景 那为什么还要再买一个第三方软件呢 我用刚才拍的一张照片演示一下 打开软件以后选择照片 你可以点对焦框更改虚化的位置 比如说点在人身上 或者是点在背景上 它底下有一个选项 是调整它的光圈值 当然这个是模拟的 光圈越小 它背景越清晰 光圈越大 背景越虚化 越不清晰 这个场景呢 我就取一个适中的值 像5.6就可以 这边有一个形状 你可以选择它虚化以后 这种多边形的形状 比如说这七边形 八边形等等 还有一个选项是 这边的这个镜头 我也觉得特别的实用 比如说 你可以选择这个镜头 它模拟的是一种 老镜头的感觉 这些都可以试一下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打光的选项 它会把照片放在一个三维的模型里边 你可以看到背景的深度信息 然后点右边呢 是可以新建一个灯光 比如说如光箱啊之类的 哦 我这个场景光线非常充足 我就没必要了 然后把这个删了 点对号 最后导出一下照片 重新照片 一张照片就处理完成了 今天为了这个场景 把车也蹭了 底盘也刮了 好在天空非常给力 这场景真的很漂亮 有种伊犁牧场的感觉 给那边下几个奶牛 我们去那挤点牛奶 好了 今天五款超实用的APP 就分享这么多 你最喜欢哪一款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求评论 求点赞 求转发 求收藏 咱们下期视频见